符合大众预期的第一次加息结束 市场的走势会如何发展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Share 上周英美两国分别加息 且都符合市场预期 美国如期加息25个基点 英国央行也宣布加息25个基点至0.75% 也将英国的借贷成本 恢复至了疫情前的水平 首先是美国方面 美联储声明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上调25个基点 调至0.25%至0.5%之间 市场也预测剩余的六次会议均将全部加息 并且预计到明年年底 其利率将达到2.75% 这将是2008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虽然更多的美联储官员 以支持循序渐进的方法进行参计加息 但是当前货币政策最大矛盾的罪魁祸首制 ECPI通胀 以及最近地缘政治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的俄乌危机 都会使得美联储加息的脚步越发激进 其次呢 英国方面 虽然作为第一个加息的国家 但近期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 英国央行似乎放缓了对未来加息的态度 鸽派的影子似乎有所显现 投资者还需要注意 未来英国央行可能会发生的转变 让我们说回美国 美国属于经济强国 其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整个金融体系 第一次加息的政策的靴子已经落地 但加息随之而来的就是缩表 美联储会议也表示 最早会在5月份开始缩表 而缩表对于股市而言 也并非是一个好消息 美联储会通过出售之前购买的政府债 等回收美元 降低自身的资产规模 这会大幅推高债券的收益率 从而利空股市 此外令美国更头疼的一件事 是美国的千年大汉 由于俄罗斯不光是能源大国 更是以丰富自然资源标榜的国家 俄乌战争本身就已经使得 全球粮食的供应遭受了严重打击 美国的千年大汉可能会使得 美国60%左右的大陆迎来干旱 甚至是极度干旱的气候情况 临近4月至6月期间 甚至预测近60%的美国大陆干旱 持续的可能性将超过50% 这将意味着今年会是1200年来 最严重的干旱之一 而这对于美国西部的农业来说 可能是一场灾难 将导致美国甚至是全球出现粮食危机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